听着这几声咆哮 在场没有一个敢喘气的 三年前文远已经和洪昌订婚 但两人因为观念不合 最终没能顺利完婚 随后他置身前往广州 家里眼盲的母亲 还有刚上中学的弟弟 都留给洪昌和表姐照看 洪昌得知文远要回来 便早早去车站接他 直到车站人都走光了 他也没看见文远的影子 他不知道的是 文远找了个有钱人 现在出行都是飞机叫车 就连回到家乡 也是住的豪华大酒店 洪昌来到酒店 想让文远回家看看母亲 但对方只递给他一打钱 让他帮忙转交 随后他便以工作忙为友 婉拒了洪昌的回家邀请 第二天文远来到弟弟的学校 两人多年未见 彼此都有些生疏 他带着弟弟来到大商场 各种名牌衣服和鞋子 全都买了一个便 接着他又给弟弟一番洗脑 诉说贫穷给他们带来的苦难 并留下了坐金米露 贫穷就像一根刺 他深深地扎进我心里 把弟弟听得表示不懂 但感觉大为震撼 随后他又带着弟弟去吃戏餐 教他怎么用刀茶 怎么品红酒 似乎想竭力洗掉曾经的贫穷 摇身成为真正的人上人 一个星期过去了 文远仍旧没有回家看母亲 洪昌再次去酒店找他 只见文远穿着睡衣走出来 一个男人也紧随其后 这下彻底把洪昌看傻眼 因为这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文远的表姐 这个男人结婚十几年 小珍总是智隆不起来 妻子并没有嫌弃他 反而一直鼓励和支持他 如今男人事业做大成了富豪 回家的第一件事居然是离婚 妻子见他态度坚决 也没有再做挽留 然而离婚的第二天 男人就去了小姨子家提亲 看见后蹲子的到来 洪昌气得脸红脖子粗 还没等他拿着礼品进门 洪昌就把他轰了回去 文远却死皮赖脸地宣布 不管家里人答不答应 他就要嫁这个表姐夫 洪昌劝他想想清楚 嫁谁都不能嫁这么个不行的男人 他却蹬鼻子上脸 把姐姐去世的事翻出来说 怒斥洪昌没有出息 母亲实在看不下去 便拿出一打欠条 告诉他这都是给表姐借的 是表姐一针一线省下来的钱 任凭母亲劝的苦口婆心 文远还是铁了心要夹 另一边 洪昌找到后蹲子 想从他这边做思想工作 后蹲子却油盐不尽 执意就是要娶文远 洪昌当场气得跳脚 指着他的裤裆破口大妈 洪昌这么一骂 把后蹲子彻底激怒 第二天 他带着一群人来到文远家 说什么都要把人带走 母亲冲到后蹲子面前 告诉他除非砍死自己 否则人别想带着 洪昌见几人僵持不下 做了一个大胆决定 他写了一份声明 从此文远与何家断绝关系 就这样 后蹲子带着文远来到坟头 大张旗鼓地开启了他们的婚礼 男人下岗为了赚钱养家户口 不惜把邪油挤在手心 对着脸上一通乱没 接下来更是一番狂吹 说这是不伤皮肤的好邪油 这顿操作让同伴看傻眼 缓了半天才跟着一起吆喝 见洪昌以身试验 大家伙蜂拥而至 纷纷争着要付钱 这时小舅子文达刚好路过 洪昌激动地对着他大喊 文达看见洪昌这黑头土脸的样 并没有上前去打招呼 就连同学问他这人是谁 他也只撂下一句神经病 变头也不回地离开 回到家里 文达闷头灌下一瓶酒 对着姐夫一通指责抱怨 他认为自己已经很倒霉了 父亲没了母亲瞎了 大姐走了二姐跑了 还摊上个这么丢人的姐夫 听着他这么说 洪昌愣是没坑一声 文达又借着酒精 对姐夫更是蹬鼻子上脸 你是不是还嫌我不够丢人 你到底是不是嫌我不够丢人 文昌一巴掌将他护在地上 告诉他这就是生存 他还告诉文达 如果有一天他遇上坎了 能像自己这样去买邪油 那才是真的成人了 说完他拿起卖邪油的钱 砸在文达身上 洪昌怎么也没想到 这十多年辛苦的付出 竟换来这么个白眼狼 知道文达想要一辆变速自行车 得知要800块钱 他才想着去赚点外款 第二天他去车行买下自行车 亲自送到文达的面前 看着崭新的变速车 文达立马像变了个人 高兴地骑着兜圈 可洪昌不知道的是 文达就是块铁石 再怎么舞都不会舞歌的